馬上就舉手了 好 小姐 直接來舞台前面這邊 我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鞭子好用 但是相對它非常的危險 萬一甩到臉的話 最少要縫三針以上 所以 小姐 我先把鞭子交給你 請你先聽我稍微介紹一下 牛仔最少都練三個月以上 才有辦法上台這邊打得得心應手 所以你要帶來的表演 比較不一樣 比較精彩 但是比較危險一點 我們請工作人員把道具拿出來 氣球 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直接示範一次給我們的小姐 小姐 你的工作其實非常的簡單 請你聽我說 你站在這邊 面對著這顆氣球 等一下你的工作要負責 我們要拿這條鞭子 面對著氣球 拿鞭子把氣球打破 請問一下 有沒有信心 有 有 好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小姐連練習都沒有練習就說有信心 真的非常的厲害 但是這個掌聲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給這位美麗的小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請她上台 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要請你上台 有信心 拿氣球 小姐 你是拿氣球的 麻煩你位置往那邊移動一下 嘿 好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阿傑準備上台負責超編了 小姐請問一下貴姓 忘記了 蛤 韓 韓小姐我跟你說 等一下 遊戲規則很簡單 像剛剛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樣 要雙手拿著 這樣子很容易會打到 那你稍微往右手邊退三步 一 二 再一步 三 然後往前面走兩步 一 二 好 等一下 遊戲規則很簡單 你要拿在正對面 這樣子才不會打到臉 只會打到手而已 你放心 接下來請你 你仔細聽 牛仔他第一邊會量鞭子跟氣球的距離 不會真的打到你的氣球 所以你放心可以不要動 OK嗎 好 你準備好 等一下 我先離開 來 牛仔準備好之後 請你試鞭 請大家給韓小姐掌聲鼓勵一下吧 她很勇敢喔 全身上下完全都沒有動 但是剛剛有沒有注意到鞭子下來 啪的那一聲 她手挖了兩下對不對 這代表說韓小姐她非常的緊張 小姐 接下來第二邊要玩真的 所以比較危險 所以請你放心 我們準備消除緊張的道具 來給你使用 來 工作人員把道具拿出來 眼罩 等一下 只要把眼睛直接遮起來 看不到鞭子 就不會緊張害怕 這就是非常好用 消除緊張用的一個道具 好 小姐的家人朋友在哪裡 插插手一下好不好 喔 在那邊 欸 小姐在這個最後的緊要關頭 你有沒有什麼話跟家人交代 我愛你們 好 非常好 那接下來 就要請所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來幫忙勇敢的韓小姐 怎麼幫她 請大家幫她數 1 2 3 我們就讓這顆氣 還沒啦 小姐 數到3才會打啦 好 所以請大家大聲的數 數得越大聲 牛仔打得越準 準備好了嗎 頂著頭要上路 啊 不知道 要開始 好了嗎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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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還呼吸 我們先開始數 1 2 3 大家一起數 大聲 開始 1 2 3 掌聲鼓勵一下 哇 哇 打得非常的準 小姐 有沒有打到你 大家想要見我 有沒有打到你 沒有對不對 快點下去 你不要這麼害怕 對對對 我們送她獎品一下 你給她獎品 對啊 送她獎品 獎品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他人的感情 我知道你們的感情 你看到